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龙 这个是半斤 这个是半斤 昨天我跟半斤是来到了石板河村 目前还没有到 想去挑战一下石板河村的挂壁公路 但是我们昨天是来到了半山腰这里 就已经遇到了暴风雨了 所以说我们就只好把车停在半山腰上 等待暴风雨过去 但是它那个雨一直下的很久 下到了半夜 所以我们就直接在半山腰这里过夜了 我现在准备继续前往石板河村的方向 导航显示的没有4公里 马上就能到了 这个石板河村在以前也是一个极度的贫困村落 以前519户里边就有261户是贫困户 就是因为这个石板河村 他们面前是隔了一座大山的 就是这座大山所组隔了 他们与外界沟通的渠道 慢慢的沟 好过来了 过来了 导航显示还有三公里就到了 再走这条小路走三公里 就可以抵达石板河村 前面有个山洞 这个山洞是要穿过去的 这应该还没到挂壁公路吧 我在车前面的发动机盖上装了这个360 待会就可以用这个360拍摄了 全景的 前面就是挂壁公路了 我看到这里写着谨慎驾驶 危险路段 太陡了吧 这个路 没有车来吧 是挺吓人多 我两边的岩壁上还在渗水 还在滴水 一条条沟壑一样凿出来的 走的真是心惊胆战了 因为旁边就是悬崖 还这么窄 哇塞 真的是怎么窄出来的 太佩服当地的村民了 这条挂壁公路 就是他们当地村民窄出来的 听说是没有用机械 就是能够这样子窄啊 天呐 穿过一个个窟窿 哇 这个地方好窄 真的很窄 哇 这个地方 还很陡 水掉下来了 作为一个新手来挑战这种公路真的是 心理素质要过硬了 我不停的掉水 你看旁边是没有护栏的 大家看得到吧 旁边这里是没有护栏的 这一段路 旁边就是悬崖 还好没有遇到来车 遇到来车的话 我会崩溃掉 这么窄的地方怎么会车 真的 遇到来车会崩溃 这里比较宽 可以停 停下来 走过来挂壁公路这一边 有个宽的停车位 停在这里了 对边就是石板河村 这景色也太美了 你看 这个山谷之间还有一条河 在我身后的这条公路就是石板河村的村民 他们修出来 亲自找出来的一条挂壁公路 在2000年的时候 一辈子都生活在大山里的村民 就是石板河村的村民 他们为了沟通外界 于是想着办法修建一条通往外界的一条公路 因为石板河村 它是处于一个 四周都是悬崖峭壁 这样一个自然环境当中 所以说想要修建一条通往外界的一条公路 真的是十分的困难的 不过当地的村民 他们也没有畏惧这个困难 在当地交通部门的支持下 他们就全村人一起上阵 不管是男女老少 全部都加入到修建公路的任务当中来 终于经过了三年时间的一个开凿 他们建了一条470米的一个人行步道 也就是我后面这一条公路的圆形 不过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当时是只能允许人通行的一个小小的洋长小道 到了08年的时候 他们就把这一条人行步道 拓宽成现在的这个宽度了 也就是不足三米的宽度 能够允许一辆车通行 在20多年前 当地的村民如果他们要出到村子外 就是几公里外的一些乡镇的话 几公里的路都要走上好多个小时 一般天亮出门天黑才能回到家 或许多感觉 对受能量者快充满意 操作这一遍 以地灭用心地 以后 也是 这小时 今天的乐 delight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实地去看一下到底有多惊险 因为我担心半斤它掉下悬崖下面去了 因为那里有一段路是没有栏杆的 所以我把半斤绑在我这个书包上边 以防止它掉下去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岩壁上边 你看很多裂缝 这个石头感觉随时都会掉下来 这个高度大概是3米这样子 应该一辆小货车是可以通行的 这个就像我们去西藏路上经过的鹿江大峡谷 那里也有个老虎嘴 是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甲口的 很惊险 要是你开着小货车经过这里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这里的车会撞到这个岩壁 无防护栏 谨慎驾驶 确实是 你看前面这里都有护栏的 到那里就没有了 感觉是被落石给撞断了 因为下边有很多落石 太惊险了 往下看真的有点心惊胆战 下面有好多巨大的石块 这个石块应该是他们修这条挂壁公路的时候 凿开来然后掉下去的 这旁边这里还有块很巨大的石块 在这里感觉随时都会掉下去 前边这里就没有护栏了 所以说车子开到这里的时候会是特别紧张的 因为旁边就是悬崖峭壁 特别担心这个车子会不会不小心把它开下去了 旁边这些大块大块的石头 不知道是修路遗留下来的 还是上面掉下来的 很多这样子的石头 石块 这个挂壁公路的岩壁上全是当时开凿这条公路的时候 留下来的痕迹 这条470米的挂壁公路是当地的村民 在这个岩壁当中凿出来的 修建在这个接近90度的一个悬崖峭壁之上 远远看过去 这条挂壁公路就像是在岩石当中 劈了一刀把它给挖出来的一样 当地的村民为了修建这条挂壁公路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的 他们当时修建的时候是有一个村民死亡 然后还有10多个村民受伤的 这个挂壁公路下边就是悬崖峭壁 很惊险的 大家看一下 往下边就是河流 河谷 真的太佩服当地的村民了 他们能在如此艰险的自然环境当中 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 修建了一条挂壁公路 通往外边的世界 让自己走出这座大山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了不起 走吧半斤 我们回去了 虽然说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的恶劣 但是其实这个环境还是挺美的 我刚刚停下车在这里航拍了一下 然后跟半斤去逛了一下挂壁公路 还是很惊险的 现在既然来到了这一边 我就打算去石板河村那里去看一下 哇 这个塌房太吓人了吧 一半的路都塌下去了 都空掉了 赶紧过 我刚刚航拍的时候 看到下面的河流 河谷下面的景色很不错 有溪水 有黄牛 有绿草 有庄稼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小桥 对 还有小桥很漂亮 好像这边就是石板河路 车子找个宽敞的地方停 可以停这里吗 你好 你知不知道那条公路是怎么修出来的呀 我们的公路 那条公路 我们的公路是一锤一转打出来的 一锤一转打出来的 你有没有去打呀 去打的嘛 你也去了 我没去哪 那修了好多年了 也有20年了 你们当时是怎么修的呀 当时是国家出钱修的 是老板打的 老百姓去帮他们修工去出沙的 有没有用炸药 用炸药的 炸药 用炸药炸 那很辛苦啊 当时弄的 辛苦啊 很辛苦 好多人去 然后打出来 我今天只是帮他做 明天还帮他做的 轮着来 今天你去 明天他去 原来是这样子 这一二十块钱 就做了 做个工 一二十块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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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吊上去做的 把人从 从下面吊上去 从下面吊上去 就是用绳子 绳子吊上去做的 这些工人 全部都叫上去 这些人 做工人 我们去药院 都是养土豆 就土豆 我土豆了嘛 吃的就土豆 吃了土豆就做了 没有路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出去的呀 我们只跌上去 爬上去 爬上去又下去 爬到山上去 爬上去下去 下条又爬 那很远啊 我以为你们是从河谷 河谷下面走 也不是的 河下面走不过去 走不过去的 这是爬上去 原来是从山上面爬过去的 你弄一修通啊 弄一修通 我们都去拍电视的 我们产照去吃了 看拍电视的 哦 去看电视 通拍的时间 我们产照去做的 一修通了 马上去隔壁村看电视去了 是吧 八十多岁的老人也做的 八十多岁的老人也去修 八十多岁的老人 三十一通 我们还是幸福了 还是老百姓也是欢喜了 也健身整容了 嗯 有期要来的 是彩虹能不能做 这是好幸福 感谢过家 过家不过钱 修不到这种 不得好 你得好在这儿 修着我 完全是出老年修的 哦 全部出老年修的 阿姨说去他家看一下 他家就在旁边这里 哦 你家修的还挺漂亮的 我看一看 我们家穷 这是你自己住的吗 我是睡的 哦 你就睡在这里啊 嗯 我睡的 哦 平时就睡在这 我平时都睡的 嗯 嗯 那你厨房呢 厨房在这一边 哦 有我的厨房 哦 这里做饭师啊 我做饭吃吧 你的老伴呢 他还还在吗 不在了 哦 不在了 不在了 小儿子去工作去了 工作去了 当兵去当了16年 哦 当兵当了16年 哦 这个给他拍照 哦 这个是你的那个孩子 我是他母亲 我是他母亲 我是很兴奋 哦 他是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 哦 对喽 三等宫是什么情况 你的宫 其实那是啥子宫 我是小伯 工作好 比较先好 哦 那对你的宫 哦 这个就是阿姨 她的孩子 在解放军里边 拿到的一个 三等宫的一个奖状 阿姨开心的和我分享 她孩子所获得的荣誉 她说 让我把她拿着奖状的样子拍下来 也许她的孩子能够看得到 我能感觉到她为自己的孩子深感自豪和骄傲 阿姨忙活了一辈子 最后孩子离开了故土在外打拼 而她自己则在乡下生活 我虽然不知道她更喜欢哪种生活方式 但是我体会得到 她对孩子的思念之情 对你们这边环境很好 在这里种什么吃 我们这些是种玉米 种土豆 种土豆 桃子 桃子 梨子 梨子 桃子 种水果 还可以把鸡凑一块儿 养了多少只 40只 40只 我刚刚在教阿姨怎么使用手机的微信发照片 她还没有学会 现在会了吧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谢谢孔子 学会了 学会了 好的 谢谢陈阿姨 今天谢谢你帮我解说了很多历史的东西 有点 谢谢你 那我先走了 谢谢 刚刚陈阿姨她很热情 她给我结束了 就是之前 他们修挂壁公路的历史 她说他们以前一修通了这个公路 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隔壁村去看电视去了 因为他们这边以前是很封闭的 是没有电视看的 我刚刚看了那个石板河村 我说怎么看都不像是有500多户人家 然后她跟我说了 其实往前还有很多个小组 他们这个只是第一个小组 后面还有很多户人家的 现在就要往回走了 往回走这个挂壁公路 回到鹤章县去 沿着原来的路 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 怎么有车停在这中间了 堵住了 车子过不去了 大家看了 现在前面有三辆车 最前面那辆车是堵住了 过不去了 所以说它不停的往后退 因为路太窄 过不去 哎呦 这糟糕了 这过不去了 我后面又来一辆车了 前面都还没通过呢 过去了 现在我是原路返回 要走十几公里的这个山路 回去鹤章县的 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